你期待蘋果這副新的Beats Studio Buds嗎? 還是你就是想要等AirPods 3、AirPods Pro第二代 或者說你早就已經爽買AirPods Pro來聽了呢? 嘿大家平常我是阿康 昨天晚上呢 蘋果是在自家的官網上了一個全新的耳機 Beats Studio Buds 其實你這個Beats的新耳機 大家應該都有所聽聞的啦 因為前一陣子很多名人的耳朵上都有佩戴 例如老公James 所以這部影片就跟大家聊聊蘋果接下來的各種音樂策略 例如推出一些新的耳機 如Beats Studio Buds、AirPods 3 還有新的AirPods Pro第二代 因為我覺得蘋果對於接下來的音樂市場規劃 應該算是蠻有一個野心的喔 好啦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先從昨天晚上推出的這個Beats Studio Buds聊起好了 那以這個耳機來講 台灣目前是還沒有開賣的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比較不尋常的地方是 你可以發現蘋果自家美國官網它也還沒有正式出貨喔 但是昨天晚上呢 卻有很多很多國外的YouTuber都開始開箱這副耳機了 那雖然說蘋果已經正式收購Beats一段時間了 但是我覺得Beats它本身還是額外在獨立運作的 因為你看這次的媒體觀光機就做了非常非常的多喔 因為大家以前都笑說Beats是一個裝飾品不是耳機嘛 它本身是一個149美金跟台幣4790的售價 那以這個價位的耳機來講我覺得算是有點尷尬啦 因為現在已經不比前幾年了嘛 前幾年可能沒有很多無線藍耳機可以挑選 但是在現在這個時間點來講喔 可能你只花個一兩千塊就可以買到一副不錯的無線藍耳機 甚至你真的要買比較貴的你會花個七八千塊嘛 這個時候呢你也買得到AirPods Pro了 所以其實第一眼看到這個Beats Studio Buds 我會覺得它價格好像不上不下的 但是呢如果你仔細去看到這些規格喔 我會覺得說其實4000多這個價格還算蠻符合的 那幾個特點來說好了 你在蘋果原廠的耳機上面 你要買到通透跟降噪的 你就一定要買到AirPods Pro 這個起始售價是799台幣的東西 但是呢Beats Studio Buds現在給你一個4000多塊的價格 你一樣可以享受到通透跟降噪 你不需要花那麼多錢上到AirPods Pro 或者這副很盤的AirPods Max啦 那第二個特色呢就是它是支援杜比全景聲的空間音訊的 不過我們要注意一下喔 這一副Beats Studio Buds它所支援的空間音訊呢 你要跟AirPods Pro跟AirPods Max相比起來還是有差異的 目前我看到的是它只有支援Apple Music裡面的杜比全景聲空間音訊 在我前幾部iOS15測試影片裡面 我們可以強制打開Netflix YouTube裡面的空間音訊 我認為應該是沒有辦法使用在Beats Studio Buds上面的啦 不過這個東西還是等到台灣到時候開賣的時候 自己實際測試一下才知道嘛 所以我們回過頭來講喔 前一陣子Apple Music跟iOS15吵得非常兇的Apple Music保證壓縮音質 還有杜比全景聲空間音訊 這些東西呢理論上都是可以用在Beats Studio Buds上面的 那也就同樣代表著你不需要花799人去買AirPods Pro 你也不需要花1849人去買AirPods Max 你只花4000多塊買到的這副Beats Studio Buds 就有它們兩個最重要的功能 那不過各位它還有第三個最厲害的特點 就是它是同時支援Android跟iPhone的耳機喔 所以當你買了這副Beats Studio Buds的時候呢 就代表著你可以在你的Android手機上面 看到AirPods那種配對的畫面 真的是很有信仰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發現喔 蘋果好像越來越想要去吃Android的市場了 因為你看在WDC 2021上面 蘋果也示範了 就算你不是拿蘋果的手機 你不是拿蘋果的設備 你還是一樣可以使用Facetime嘛 那現在這副耳機也同樣跨逐到Android的市場了 所以我覺得蘋果的策略應該是非常非常的明顯 而且各位不是我在跟你開玩笑喔 你是可以在Android手機上面下載到Apple Music 然後登入你的Apple ID 直接播放音樂來聽的喔 這一點如果你本身是只有拿iPhone的人 你可能就不會發現到 然後我要跟大家講一個很奇葩的事情 就是我同樣使用Apple Music 我播放出來音樂的感覺 我反而覺得手上這支ROG Phone 我播出來的聲音呢 是比iPhone 12 Pro Max還要好聽的 我播幾個片段給你聽聽看 那當然這可能是本身硬體上面的差異喔 但是呢我覺得啦 從這一點跡象來看呢 蘋果對於Android手機上面的市場 它絕對是野心勃勃的 那當然你說這副Beats YouTube Buds 他們缺點 它還是有的 因為它本身並不是使用蘋果自家的W1 還是H1晶片 所以它在蘋果的多裝置切換上面 應該是做不到的 但是我覺得也無可奈何啦 畢竟呢它同時有支援Android跟支援蘋果嘛 那張來Beats的耳機 常常也會被一些發燒友所挑剔它的音質喔 不過這一點我就不多做討論了 因為音質這種東西呢 還是要屆時嘛 來自己實際聽過才知道嘛 那台灣的發售日期呢 我覺得應該至少要再等個兩三個禮拜 雖然美國現在已經發售了 但是台灣就是比較慢嘛 那講到發售呢 我相信大家一定會更關心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AirPods 3到底什麼時候要開賣啊 其實之前有非常非常多的消息 都傳出說AirPods 3呢 它應該會在WDC的時候一起推出 跟之前在傳什麼M1X的MacBook Pro 14吋16吋是一樣的 但是呢我跟你講 蘋果在上面掩掩喉吸 我們下面的人還真的就信 雖然前陣子有很多很多的消息 都說蘋果在WDC 2021上面 它的標籤頁裡面是有給你寫上 M1X的MacBook Pro 可是我們現在回頭想一下 蘋果在裡面的標籤也有給你寫上M1X 但是它沒有賣 可是呢標籤頁上面也沒有給你寫上Bits Jojo Bus 但是它現在卻賣了啊 所以會不會有的可能是蘋果自己刻意 把M1X這個標籤字樣給加上去 好讓大家所意測所討論嘛 所以你說AirPods 3或者新的AirPods Pro的第二代 什麼時候要上市 我覺得之前的消息其實都算傳出蠻多的 但是卻始終都沒有開始販賣喔 要不就兩個結果 一個呢是蘋果它在技術上遇到了什麼很奇怪的瓶頸 它沒有辦法解決 第二個呢我覺得蘋果就在擠牙膏啦 等到市場發展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再隆重的推出AirPods 3跟AirPods Pro的第二代 不過我覺得有一點應該是可以確定的啦 就是蘋果現在既然已經在這個時間點推出了Bits Jojo Bus 那合理來講AirPods 3跟AirPods Pro的第二代 它所推出的時間點呢 應該要再往後拉一陣子喔 總不可能短期間就馬上推出兩款無線拉耳機產品嘛 這樣子產品線的銷售一定會互相打到喔 所以呢如果你本身 你真的還是在等AirPods 3 代 還有在等AirPods Pro第二代的人 我會建議你啦 如果你真的急的話喔 就是現在這一副Bits Jojo Bus 你就先買來電檔一下 或者說現在市面上 你可能看到一些比較便宜的AirPods Pro的贈品 記得喔一定要是贈品喔 因為外面很多詐騙都跟你講說 它賣了什麼富士康原廠的耳機啊 蘋果給富士康代工啊 所以賣了富士康的原廠就是贈品 那個都是詐騙 絕對不要相信 一個比較簡單的辨別通路就是 PC Home啊 Costco這些比較大的購物平台 買起來價格應該是5500至6000左右啦 對比到即將要開始開賣的Bits Jojo Bus 我會覺得這算是一個很合理的升級價喔 因為從規格面看起來 如果你本身就是一個果粉 你拿的是iPhone啊 你帶的是Apple Watch 你用的是MacBook AirPods Pro它所給你的功能呢 絕對還是比Bits Jojo Bus 所給你的功能還要完善的 當然這是以果粉的角度出發喔 而且畢竟價格就還是有差 這是拿AirPods Pro已經降價的價格相比喔 也就是說其實過一陣子之後 Bits Jojo Bus它一定會降價嘛 降價過後那個差價 你再互相比較呢 可能就不是這麼一定的答案了 好啦最後我想問大家幾個問題喔 你期待蘋果這副新的Bits Jojo Bus嗎 還是你就是想要等 AirPods 3啊 AirPods Pro第二代 或者說你早就已經爽買 AirPods Pro來聽了呢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跟大家一起討論囉 那最終要是不要忘記對影片按讚分享 訂閱和開啟頻道 打開小鈴鐺才能收到 未來更多開箱以及新消息影片的上篇通知喔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啦